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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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萌萌他们不会出事了吧 太出了 诶 诶 太可怕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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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熊猫宝宝 好可爱 不对 帅帅库库怎么变成宝宝了 库库帅帅 是你们吗 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们了 难道是因为刚才那些烟雾 可我们为什么没事呢 有古怪 不好了 烟雾往熊猫村漂去了 库库里的人吸入了烟雾 会不会也变成熊猫宝宝 我们赶紧回熊猫村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 也是熊猫 是特色项目吗 什么熊猫 太神奇了 现在执行团长大人第二个任务 抓熊猫 开展幼补计划 波布 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 队长 不用幼补了 满大街都是啊 太可爱了 这怎么这么多 软绵绵 好了好了 可爱就都炸回去 皮 三四郎 丁丁伤 不会吧 你们也变成小熊猫了 救命啊 我们来晚了 不能过去 危险 没想办法让它们变回原样吧 首先得查清楚原因 救命啊 是波波 还有熊猫宝宝 快点去救它们 便宜波波这个坏蛋了 哈哈哈 哇 砰砰不见了 三四郎 是你吗 莉莉莎 是你吗 看来三四郎和莉莉莎 也变成了熊猫宝宝 算他还有良心 没有了你们 我还怎么做队长啊 好像只有我们三个 和他没有变身 天哪 据我分析 我们和这些小熊猫 唯一的区别 就是我们身上的臭味 臭味 我们没有变身 可能是因为那瓶臭臭的药 那也许就是解药 解药在哪 你想怎么样 我现在只想找回三四郎莉莉莎 那我们合作吧 熊猫宝宝实在太多了 在找到解药之前 必须多些人保护他们 我去熊猫诊所研究解药 熊猫宝宝就拜托你们了 保持联系 看在三四郎和莉莉莎的份上 免想帮帮你们吧 危险 你放上来干什么 是你撞的我 都闪开 爱说爱谣 祝你们合作愉快 小四郎 莉莉莎 是你们吧 可怕的熊猫 卡卡 听到了吗 莫莫 分析结果如何 烟雾里含有一种熊猫基因病毒 那臭味药又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分析 臭味来自于一种会发臭的竹子 它能杀死病毒 没错 必须尽快找到竹子 才能做解药 太好了 有救了 先找到臭味竹子再说 熊猫寸这么多竹子 怎么找啊 据我推断 这竹子既然这么臭 那说明熊猫应该不喜欢吃 所以 那臭竹子一定在他们不喜欢吃的地方 没错 别废话了 这里交给我们 你快去找那臭竹子 别乱跑快回来 三次狼 莉莉莎 卡卡 你可要快点回来 味道是从这船来的 这么高啊 不过难不倒我的 我可以飞 不是吧 电都用光了 只能爬过去了 不怕 我可以的 卡卡 情况危急 烟雾开始扩散了 找到竹子了吗 找 找到了 不过 有点麻烦 不会这么倒霉吧 卡卡 怎么了 不 卡卡 卡卡 你没事吧 卡卡 我 我没事 成尾竹子拿到了 太棒了 你肯定是三次狼 他最喜欢吃零食了 怎么都这么能吃啊 喜欢周静 一定是莉莉莎 到底是哪个呀 我要放退了 姐姐 卡卡 萌萌 姐要做出来了吗 只要吸一下这个药粉 就能恢复了 我试试 发生什么了 我们不是在山上吗 赶快找到三次狼和莉莉莎 三次狼 莉莉莎 你们在哪里 不好 烟雕要扩散 要赶紧把解药 撒到整个村 可惜我的背包还不能飞 我来吧 我用喷射背包 飞到天上 把药粉撒出去 凭什么相信你 那就拜托你了 怎么能相信那个 盗猎团大坏蛋 凭我侦探的情绝告诉我 为了救他的同伴 波波不会乱来的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放开我 这是好臭啊 队长一定是看到 这么多熊猫宝宝 太激动了 队长 我抓住他了 快住手 我怎么坐在这里 什么情况 快撬吧 这是我和村民们的礼物 谢谢你们的帮忙 大家太热情了 这次多黑了你们 我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这是我做的糕点 拿着路上吃吧 该不会是我最喜欢的 辣糕吧 答对了 Eva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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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